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这两位 怎么形容呢 有人说他们二位是2010年年末最红的草根歌手 来掌声有请二位 二位好 王旭好 刘刚好 旭日阳刚组合 我先做一个测试 知道旭日阳刚也听过他们的歌的观众举手我看看 百分之五十以上 请问三位评审当中知道旭日阳刚并看过他们的表演和演唱的请举手 你看看 你看看 还是我们年纪最大的游岛 最时尚 最领行情 关键是我比较关心草根 关心农民工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们俩都不关心 你关心 你说得过我吗 说不过你 我还跳不过你 好好好 这个起码我觉得有一半以上就可见他们现在有多么受人关注 可能一些朋友们也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是在10年的8月份 他们俩的一段这个演唱的视频 光着膀子在自己所住的一个很狭小的很简陋的住处 光着膀子唱那个汪峰的那首春天礼 那个视频 这个在网上被朋友这个这个放到网上之后 引起了这个疯狂的点击 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关注 然后在什么时候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 10月份吧 10月份 两个月以后 好 我听过本期新闻大宝周赛的周冠军是 去日杨康 参加我们台星光大道的比赛就成为周冠军 月冠军 季度冠军 马上就有可能要去争取年冠军 是吧 加油 真的加油 这个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 我们也觉得非常高兴了 可能这个很多人还是很想了解你们的故事 特别是就是你们一下子很多人开始关注你们之后 你们的生活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了吗 刘刚 就是每天就很忙 现在也成忙人了 天天有好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 就是慈善一眼吧 演出 对演出 采访 对对 天天都是这样 录像 对对 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 那你们觉得这样的变化 它的好和不好都在什么地方呢 王旭 好的是 可能现在去哪个地方没坐过飞机 别人坐飞机了 以前没坐过飞机 现在坐上了 嗯 不好的地方就是 就这么一个好处啊 就坐上飞机了 有人管饭吃呗 哈哈哈 不好的地方就是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都是 从周一到周五吧 都是六点钟起床 然后一直锻炼身体了 上班 然后到晚上 十一点钟之前 必须要休息 现在不行了 嗯 现在都是十二点钟以后才能休息 就是作息也没以前那么规律了 虽然有人请客吃饭 但很多时候还吃不上饭 一天都是一两顿饭嘛 现在啊 你看看 真是 我们我们的三位评审当中 还有两位是没有看过你们的表演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 先让他们听听你们的歌声 以歌声来征服他们 好不好 谢谢 什么歌曲 春天礼 春天礼带给大家 来 掌声欢迎 感谢观看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牵去长发 没有信用开没有他 没有二次四小时热睡的家 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 虽然只有一把泼沫积达 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 唱着那无人问津达 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 这春天礼带给大家 你记得那些寂寞的婚姻 使得我还没毛起呼吸 没有情人节 没有礼物 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 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 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 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 唱着那无人问津达 也许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 在那春天礼 春天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凝视着此刻烂漫的春天 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 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 可我感觉觉神那么悲伤 岁月留给我动身的迷惘 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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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听听二位评审 你们这是第一次听他们演唱 是不是有很大的触动 我特别震撼 就是我发现一问题啊 就是凡事 就是比如说他没意识到自己是个表演者 他也没有穿上我们固定脑海里那种演唱者 表演者应该穿的衣服 他也不露出我们期待 他们本身没有却要面对镜头 努力做出来的那些不必要的笑容 这样我倒觉得观众反而给予特别真挚的信任和感动 我也在很认真地听他们的演唱 因为我没有近距离面对面地听过 我也是通过网络 通过这个星光大道的节目 然后当我这个听的时候 坐在我身边这位女观众啊 就悄悄地跟我说 董卿他们唱得好极了 他们唱得棒极 但是你看那个王旭 那就是星光大道里的纯爷们 就这么表扬 看来你现在有很多女粉丝啊 他们二位现在有很多的粉丝 他们俩的粉丝叫刚辈 对对 是吧 对 是不是也都是很可爱的一些人 对对 是非常可爱 想不想在这里对他们表达一下你们的感谢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唱好我们的歌 做我们真实的自己 希望你们都注意身体 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也可能关于二位的过去 也有一些媒体已经进行过报道 像刘刚是03年来到北京 打过不少工 对对 当过保安 对 还有呢 当过班院 班院工 对 摆过地摊 对 后来就开始当一名流浪歌手 因为他太爱唱歌了 开始在地铁唱 地铁酒吧 酒吧 开始唱歌 很执着的追求他的这个音乐的梦想 那王旭呢 是他是刘刚的老大哥了 比他年龄大一些 留着胡子 也看着比较沧桑一点 也是好像在很多城市 打过很多工 对 我最远的城市就跑过乌鲁木齐 在这给人拎了半年的泥兜子吧 就是打小朋友那种 扛这么一个麻袋能赚多少钱 四毛钱 当时 所以这个也 我们可以想象 这走过了一条非常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道路 可能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 突然有一天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想着有那么多有那么多的人来关注我们吧 他们他们对对我们的这种关爱关怀 我们目前吧必须要拿出这份东西来回报他们来 我们能回报的东西我们就回报他们 这个真的很让人感动了 自己也是生活在可以说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生活条件当中 还要想着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那我也想问问二位 有没有想过 有说实话 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真的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 或者说 想不想 以前从来都没想过 但是今天来了 来了 开始想了 我倒真的还想听你们唱唱歌 我觉得你们唱歌的时候非常非常动人 用刚才楼岛的话来说很迷人 他们唱歌的样子 想听吗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一天 你离开我 去远光流浪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待了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 天空中虽然飘了这云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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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来我们听听看评审的感受 刚才说没看过他们节目 其实呢在网上呢我点过 点过有一个光榜子唱的 不知道是谁唱的 是光大榜子 是您唱的吧 那我看过 当时我感觉 说是农民工啊 当然我觉得不可信 我就没往下看 就过去了 今天一看 确实是真的 确实不错 第二首歌的时候呢 这个外面的世界是齐琴的歌 是吧 非常好听 你们现在也没有时间 把这个歌里面能有和声 要是能唱出来就OK了 对对 是吧 是 我觉得人就更棒了 对不对 咱们要上那个 青花大到年度总冠军 咱要拿 拿什么拿呀 也靠实力 对不对 来我们听一下游岛的感受 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艺术工作者 特别特别羡慕 或者呼唤着一种真诚和质朴 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它就是真 一个你们身份的真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正像你们的歌里唱的一样 它在呼唤着春天 而且春晚离春天更近 祝贺你们 谢谢 另外表个态 我可以做你们的老钢蹦 谢谢 谢谢 其实我想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人 喜欢他们 甚至听他们的歌就感动的想哭 可能也是因为 真的是被你们的质朴所打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可能也因为在你们的身上 多多少少的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影子 就是为了生计要奔波呀 为了这个未知的明天要不断的去努力呀 大家都有生活很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我也真的祝福二位 希望你们能够踏上春晚的舞台 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始终保持这个草根文化的那种真诚 那种质朴 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希望能够一直听到你们的歌声 我们会的 努力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真诚的祝福这个旭日阳刚 而且他们现在可以说 哎 我突然发现他们俩现在有双保险 什么意思 如果他们拿到了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的话 也可以上春晚 如果他们拿到了我们我要上春晚 这七天的周冠军的话 也可以上春晚 哎呀 说明他们现在真的可能性很大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还真的很有希望 当然最终的决定权还在观众的手上 哎 不要忘了参与到这个CNTV 中国网络电视台我要上春晚专区去投票 因为我们这七天的节目呀 就要通过您的投票 来产生人气前三甲 七天会总最后有一个人气前三甲 而这前三甲的第一名也就是总冠军 直接登上春晚的舞台 这太让人期待了 第二名第三名呢 会参加我们一月份举办的年度总决赛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 到目前为止的 人气前三甲 好了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 这一周连续七天强荡推出的 我要上春晚 那在我们这个七天的特别编排的节目当中呢 也有一个特殊的环节 就是把之前节目播出的节目里啊 没有能够进入人气前三甲 但同时呢又很有创意 也很有表演才华的嘉宾 我们进行了重新的投票 选出了前七名 我们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也希望能够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嘉宾 好 你好 这一位我想 就算我想不起来你演什么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叫脖子 对 但不是这个脖子 是博士的那个脖子 对对对对 当时你就跟我说不是脖子的脖 是博士的脖 对对对 那个脖子上一次的表演是在哪一期 自己还记得吗 应该是第二期 第二期 对对对 然后这一期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不是把原来那个节目又重新的进行了一些加工 对今天呢我会加一些全新的元素在里面 真的吗 而且我觉得就是春晚的话呢 应该可以来一些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一些东西 当然你本身他的这种表演型是beatbox 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比较时尚的表现表演 我还要介绍一下我要表演的东西 我要表演的是beatbox 可能一些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是用嘴来做音乐 然后把做出主要做节奏为主的东西 好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博子今天的表现 好 首先我要做一下架子的表演 比如 对这是非常简单一些架子鼓声音 然后下面我会做出一些电子一点的声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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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Three 啊 三 一 三 三 三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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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谢谢三位鼓劳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一直在听 我想听明白你到底能发出多少种声音 而且是同时 嗯 嗯 我看楼岛 我嘴都合我拢了 我也喝点试试 太神奇了 我觉得你现在最高级别了吧 怎么没有这么多种 还好吧 就同时发出了十种乐器的声音 我忘了有几种了 反正我刚才就加了一些在里面 我听说因为我那时候看一个 说比较好的是六种 它有这么多种 这个真的很神奇 很现代 比游岛说的时尚 还要时尚 我觉得这是不是真的 这真可以考虑上春晚 那你平时练的时候 必须得拿着那个麦克风 才能有着效果吗 我不用麦克风也可以 这个东西就可以随时随地练 但是我有的时候呢 我会在 我有时候坐地铁 的时候我甚至都会练 有时候我发出一些声音 别人都会找那些声音在哪 但是你可以让他们发现不了 是吗 对 我可以让他们发现不了 我看看 你就嘴不动吗 你演乘客是吗 对 我扮演一下乘客 你还反应这么快的 太有意思了 其实就随时你都在练习 对对对 有打 因为现在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 因为刚刚包括在国外也是一样 也是刚流行起来几年 对 确实不容易 让我感觉它有一种特异功能 我觉得很神奇 包括你已经有了一些节目的一些雏形 比如说和那些快板书的大师们 舞蹈演员们 对 舞蹈演员们 那么我就想 你现在有一个端倪了 那几个人说快板可以讲一个地铁上的事啊 你还可以在这个快板书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地铁的声音啊 汽车的声音啊 车水马龙的声音啊 然后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把你的这些技巧 特异的功能 把它参插在里面 柔和在里面 混搭在里面 否则呢 就给我感觉有一点遗憾 好像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一种记忆的展现 我希望把这种记忆 用在精彩的内容当中 好 刚才他开始表演的时候 我看了几次乐队 乐队确实没在动 有一种虚幻的感觉 没错 但是他这个东西区别于口技 他口技学的那些鸟啊什么的 他就没有这个 他只做节奏 我知道 他那个快板你能学吗 快板 我试一下吧 电子快板好了 可以 他们仨就不用上来了 还可以加绕口令吗 上次我春晚不是 不是我要上春晚的时候 我不是也养过吗 这怎么练的这楼岛 要不我教您几位 你能把我们游岛交汇了吗 应该可以 因为很简单 你说 就是只要会三个音 就可以做出一个节奏 好 第一个音 大鼓就是架子鼓里边 大鼓就是发步行的步 但是嗓子不要发音 非常好 就是 鼓大不过了 一会儿音响 是啥子没开 您那还是让我说话吧 还是我来 您来 这非常好 非常棒 真的 第二个音是那个 嗓子小茶 就是发呲 但是嗓子不要发 发轻微的什么声音 发呲呲 对 也不是呲 用舌色顶住 两个牙齿之间 非常非常好 第三个就稍微难一点了 就这个音要往里吸 闭紧嘴之后 突然往里吸 这谁发出来的声音 有这个烟 有这个烟就非常好 你这个声音 让我们产生联想容易 有这个烟的话 这个有气味吗 老导你珊瑚什么呀 有味啊难道 太逼真了 就打开的快一点 就会发出我刚才的声音 打开的快一点 就打开的太慢了 就是有点太放松了 来路不明 声音比较难学 或者这个如果 比较难点的话 用另一个代替 另一个代替呢 就是发磕 这磕应该会 这个也就 就连起来 不吃磕 不吃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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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 快一点 好 非常棒 今年春晚 董卿主持的上场方式 产生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不吃可吃 对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11年春节联合晚会 不吃可吃 这有点 脚不要吃 谢谢 再次谢谢 谢谢脖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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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掌声欢迎 庞龙 大家好 你看大家所掌声 多么热烈 但是庞龙 我不得不 问你一句 你怎么又来了 让我来我就来 是 你看 上一次是和 颜邪经 两个人带着一首 二人传 对 说那个收视率 特别高 我听导演说 就我和颜邪经 那个是 那期 那收视率最高点 对 一高峰 对 那你今天手绢带了吗 没有 你看 今天不玩手绢 你不玩手绢 你怎么有收视率呢 你不掉地上 你指什么呢 今天我唱歌了 唱出什么歌给大家 唱 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这歌的名字一听上去 很适合春晚 对 是新创作的歌曲吗 对 新出的 新出的 我的十年唱片 漫漫经典里面的主打歌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家的味道 好 谢谢 好 谢谢 古神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 难免可可斑斑爬起地道 心底时长勇气 家那温馨的味道 日日夜夜魂前梦绕 这些年来生活最速着脚步 眼泪或者汗水流了不少 每当我再想起 家那温馨的味道 胸中力量熊熊燃烧 家的味道是爸爸戒不掉的你 沿着脚步 烟气弐漫蜷扰 沉黄了指尖 你那不够宽广的双肩 也能撑起我的一片片 家的味道是妈妈变质的毛衣 阵阵闲闲亮着儿女的暖 一双翘首风风不舞步 指出我一条人生路 家的味道是爸爸戒不掉的烟 烟气弥漫缠绕蜒了指尖 你那不够狂广的双肩 也能撑起我的一片天 家的味道是爸爸爱喝的小手 一口一口喝下心底的汁 岁月的年月晕白了你的发 判斩了曾经见识的播放 家的味道是妈妈编织的毛衣 阵阵闲闲连着儿女的暖 一双翘首风风不舞步 指出我一条人生路 不生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 难眠可可斑斑趴起跌倒 心底时常用起 加那温馨的味道 日夜夜魂前莫让 很好听那首歌 这个我发现那个MV的那个拍摄的那个MV当中 你在唱的时候有眼泪在流下来 那是在表演吗 还是说你真的是被感动了 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早 所以呢 我基本上现在也感觉不到家的味道 所以我只能是回忆 想象就是他们在世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唱的时候 导演说现在拍近镜头 你就随便发挥就行 就我脑子里想象都是 就我父母在的时候 我们家里的感觉 是这样的 对对对 想到了自己的小的时候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我觉得我们 这么多的大城市 有很多在外面打工 游子 太多了 就是跟父母不在一个城市生活的 对对对 很多 我们都非常怀念家的味道 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以后 我觉得上不上春晚都无所谓 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 他很感动 就够了 然后能够想起自己的父母 给他们打个电话 对对对 问候一声 是的 就好 来我们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 我很喜欢鹏龙的歌 谢谢 倒不是 不是我有意识地去喜欢你的歌 是你的歌经常是 好像刚出了没两天 所有人都会唱了 太火了 就是很容易上口 好像和大家沟通起来 没有什么障碍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你特别突出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表演也罢 我们唱也罢 念也罢 做也罢 打也罢 实际上都是表演给观众看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往往不能够 很容易地和观众沟通 所以在那演的十八般舞异 弄得挺 汗流浃背的 可是观众可能并不动心 所以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 人家没有汗流浃背 人家泪流满面 然后就很感动 就是很平时 我最要紧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歌曲的内容 一定是唱我们身边的故事 这很重要 就是听完以后 感觉在唱我自己 唱你们自己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就一个歌者来说 你做到了 谢谢 谢谢你 好 谢谢罗导 尤导呢 我说一下 我们在春节晚文上 能看到很多好的节目 就是因为 有像旁龙这样的演员 在辛勤的 努力的 刻苦的准备着 上次我当评审的时候 你和颜学金 演了一段二人传 对 那天你也在 对 对了 我就很受感动 如果你的手绢 再刷得好一点 那应该是 独占凹头 现在我感到为难了 你这个歌 它平时 真挚 质朴 它让我很受感动 可能喜欢它的人 可能是 中年偏上一点 而且你做得很细心 你的伴舞 包括后面的视频 是煞费了苦心 那我就建议你 你大年三十 演二人传 正月十五 你就演你这个 回家过年 谢谢尤导 你这安排的太圆满了 但尤导 我得说一句 上一次 旁龙和颜学金唱的时候 您基本上就没看旁龙 您就只顾表扬 颜学金了 今天终于给了旁龙一个满意的 这个用物理学来讲 它有一种 另外的 词 正常现象 正常现象 那句号请问 你看旁龙的演唱了吗 还是你只看我了 你才说对了 我真就 就看你了 我跟旁龙是好朋友 我觉得 刚才就是旁龙出场 那个音乐 我们的乐队 那个甜不甜动 我觉得那个音乐 特旁龙 你都没懂 你这音乐的含义 你都没明白 那含我没听懂 我听的旋律挺好听的 旁龙的歌 旁龙的音乐 非常跟我们贴近 是 我们特别羡慕这个歌手 为什么呢 我要上春晚 把这个歌唱一遍 我现在开车的时候 在电台里也听到 他这个歌 很好听 你看 如果是我们小品 要和这来演一下 我估计不用上春晚了 就给毙了 就回家了 因为歌呢 大家越听 越喜欢 流传越广 越越越 大家肯定说 上春晚可以有戏 是吧 所以说呢 我第一次到这来 我要上春晚 我就特别羡慕 好多是歌手啊 还有什么跳舞的 都可以再来一遍 再来几遍都可以 那您重新选择歌曲舞蹈杂摩 续一号参加过某一次的歌影比赛 歌影比赛 对 什么时候 对啊 在那个山东吗 在那 真的吗 他也能唱 真的 但是德美德然讲 得到的评论如何 他没怎么说过 他给谦虚 不是 刚才为什么那个 极力夸那个唐龙呢 就是二人传啊 要把那个手段拿起来 其实呢 那个游岛有一个小品 需要一个二人传演员 他看好你了 真的 真的吗 是 最后定还得看导演组 我当然可以积极推荐了 谢谢 谢谢我们几位評審 也非常感谢唐龙 就像你刚才说的 其实最终上不上春晚 并不是那么重要 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首歌打动了大家 让我们在这么一点时间里面 共同的开始怀念家的味道 像家的感觉 对 这种温馨 带给了我们全场的观众 再次谢谢唐龙 谢谢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 我希望邀请我们现场 所有的朋友 和刚才可以说 要引起了我们所有朋友们的 关注的旭日阳刚组合 一起再次畅想 难忘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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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轮天阳 与开桥 神车万里 同怀抱 公主 祝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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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